哎呦 what up 这里是沙拉包 沙拉包 在我的日常穿搭里面 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它就相当于项链呀 手表呀 戒指呀 这种配饰一样 它会给我的穿搭带来更多的层次 以及细节 所以作为沙拉包本包 我自己也是疯狂购买了各种大大小小的包 也一直有非常多的朋友询问 所以这期视频我就决定做一期合集 先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小包 主要是卡包还有小胯包 至于那些大的胯包以及双肩包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就看这期视频的点赞呀 投币呀 收藏的数据怎么样了 你们懂的 不过要提前跟大家说清楚的是 今天分享的一些包 我是买了比较久了 而且也相对比较小众 所以大家不一定能买到同款 这期视频也仅仅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并不是说种草或者推荐 大家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 可以去找类似的款式 或者要好好在这咸鱼 或者说其他网站上面好好搜刮一下 首先是这个Pandleton的卡包 可还是不可 大家打在弹幕里面告诉我 那这个包也是我个人2020年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包了 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原因 三天两头要坐高铁去外地 所以这个包我也是会一直带着它 前面的话我一般会放几张银行卡 然后在后面这边会放我的身份证 这样子我平常就会把它挂在腰间 坐高铁的话就可以直接把身份证拿出来比较方便 而且它这个Pandleton的民族风的图腾 我觉得挂在腰间做一个装饰的话 也是非常好看的 然后最近的话我看了Kevin的视频 又买了一条这个30块钱的皮绳项链 我会把这个包和这个项链串在一起 直接挂在脖子上面 这样子我就有了一条新的民族风图腾的项链了 二个包来自五藏小山 可还是不可 这个五藏小山的话 是我个人近期最喜欢的一个包了 不过它严格意义上来说 不能算是一个品牌 它是一个日本户外店的老板 一个70多岁的老爷爷 手工制作的 之前的话Yousage也有跟他们合作出过一款包 只不过那个包我没有抢到 关于五藏小山和这家户外用品店更多的资料 大家可以去Skotai的微博或者公众号 或者你也可以去看2019年5月刊的PopEye 里面是有专门一整页的介绍文章 不过前提是你得看得懂日文 我反正是看不懂 那这个包我最早是在高山热的干文那边看到的 一看到我马上就爱上了 虽然说设计非常简单 只有前面的一个开口 以及这边的一个拉链口袋 但是它的配色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我觉得特别适合一些户外啊 山系啊 以及一些日系的穿搭 就比如说我今天这一身 我觉得就跟这个包非常配 不过这个包目前的话 国内只有在上海的Skotai有售 而且是处于一上架马上售空的状态 毕竟它是老爷爷手工制作的 产量也比较低 所以要入手的话也是稍微有点难度的 但我觉得也真是因为它有入手的难度 所以它才会相对的小众 而我个人是更加喜欢小众的 我不喜欢被一个所有人都知道 所有人都会撞包的一个包 那样子就没什么意思了 第三个包的话来自一个国产的品牌 足语赞 大家觉得可还是不可 其实我大部分的包都只是为了做装饰而已 但是这个小包可以说是装饰性与实用性两者兼得 它虽然看着小 但是真的非常能装 前面的话是有一个拉链的口袋 然后把前面的这个魔术贴撕开 这边又有一个拉链口袋 在里面还有个大口袋 而且里面的大口袋还有好几个隔层 这样子就可以放不一样的卡呀 充电宝呀 手机之类的东西 然后后面的话 这边还有一个口袋 不过最重要的是 很多小包 它虽然也有很多口袋 但它就只适合那种薄薄的扁扁的状态 它一旦鼓起来就不好看了 但是这个包是它鼓起来 反而会比它扁扁的更好看 所以我一般真的要带一个充电宝 或者什么东西出去的时候 就会背这个包 第四个包是来自Usage的一个毛泥跨包 可还是不可 那这个跨包又是另外一种风格了 因为我大部分的小跨包 它都是比较适合一些街头呀 或者休闲的服装 而这个包因为它的材质是毛泥的 所以它会跟一些比较复古的风格 更加搭一点 不过这个包的话 就属于我前面说的 它只能是薄薄的一片才好看的 把这个四二扣打开 里面的大小差不多可以生下我的一只手 装一个薄的充电宝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装的太多 鼓起来了 这个包就会非常丑 然后在背后这边的话 还有一个口袋 可以装点卡或者什么手机之类的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包的里面 它装了一个金属钥匙扣 可以挂钥匙 这个钥匙扣的质感 做的非常精致 很有复古的感觉 我觉得平时把它取下来 直接挂在腰间 挂一些配饰或者钥匙之类的 都是可以的 不过这个包 我有一点不太满意的是 它的肩带 用了一根皮绳 然后在上方的话 是直接做了一个打结的处理 我也觉得这样子 稍微有一点随意了 第五个包 同样来自Pandleton 可还是不可 其实我个人觉得 这个包的图腾 是远远没有 第一个这个包的图腾好看的 但是我当时也只是因为海淘 然后为了凑单拼单 才买了它 但是到手后 我发现它其实上升的效果 会比拿在手里 或者说图片要更加好看 那这个包 它准确来说 应该是一个钱包 把前面的魔术贴打开 里面的空间非常大 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隔层 可以放各种各样的卡呀 现金啊 东西都能放得下 但是这个时代 根本用不到这么多的卡跟现金 所以我只是拿它来做装饰而已 我根本就几乎没有打开过它 然后这个包的后面的话 这边还有个开口 我一般都只会用到这一个口袋 放一些纸巾啊 或者手机之类的东西 然后上面的挂绳 其实是有一个调节扣的 那如果把它调长一点 可以直接当一个斜挂包 调短一点的话 可以挂在胸前做一个胸包 第六个包来自我非常喜欢的 国潮品牌 AMB Brand 大家觉得可还是不可 虽然没看到弹幕 但是我觉得应该会有蛮多的不可吧 因为这个包 就真的非常非常简单 然后非常非常普通 不过其实这个包 有几种不同的用法 平时的话 它就只是这样一个小挂包 前面的扣子打开 这边的话放几张卡 或者说放一包纸巾 就是极限了 但是如果你要装更多的东西的话 可以把前面的魔术片 打开 然后它就变成这样一个 类似于水桶包的一个包了 那这个里面就可以装非常多的东西了 或者我们也可以背后 把它的这个肩带取下来 把后面的扣子打开 可以把它布定到腰带上面 做一个腰包来使用 不过虽然这个包有这么多不同的用法 我还是喜欢它一开始 这样一个小卡包的状态 我觉得这样子才是它最好看的形态 把它弄大了 反而就有点邋遢不太好看 第七个包 是这个来自Snowpick的一个斜跨包 可还是不可 这个包是我所谓的小跨包里面 最大的一个包了 也是我今年年初为了这个搞urban outdoor而买的 其实也就是冲着这个Snowpick 它这个牌子而买的 但实际上我也没怎么背 因为买来之后 我觉得它其实并没有很好看 但是就在我前几天 准备将它挂在咸鱼上出掉的时候 我意外地发现 它其实搭配一些秋冬的冲锋衣 或者说厚一点的衣服 反而会更加好看 所以最后咸鱼挂一半 我又留下来自己用了 它的外形的话 就是这样一个水滴的形状 这边的话是一个口袋 然后把拉链打开 里面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而且里面有一个网格的隔层 包括它表面的面料也是防水的 毕竟是走户外路线的 不过这个包最有意思的地方是 它是可以将它的肩带收纳到背后 然后可以把这边的扣子打开 这样子就可以固定到你的双肩包前面了 所以这个包在进行户外活动 或者说是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 它其实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包 也是我难得的一个实用性 大于装饰性的一个包 最后三个包的话 其实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都有分享过 所以就简单快速的介绍一遍 这个是STRL的卡包 大家也很熟悉了 我之前也带了很多次 那这个包其实也蛮实用的 前面的扣子打开 里面也是能装很多的东西 但是同样道理 对我来说也只是装饰而已 它的绳子同样是可以调节的 既可以挂在胸前做胸包 也可以斜跨 主要是上面的这个抱纹图案 因为我很少有这种抱纹图案的包 所以我在穿一些比较素的衣服的时候 我就会背这个包 让这个包做一个我整身穿搭的亮点 其次就是这个Petagonia的胯包 那这个胯包我觉得都不用过多介绍了 熟悉的朋友应该非常熟悉的 我也是经常背 虽然小小的一个 但是也是非常能装 而且我是特别喜欢它的这个颜色 很户外 而且即使你全身穿了很多颜色 背这个包 也不会说显得太乱太违和 不过比较遗憾的是这个包因为也是旧款 所以这个配色应该是买不到了 但是它现在又出了非常多的新配色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新的配色 最后就是这个五印良品的胯包 我在前面是别了一个PackDoc的胸针 那这个包的话 我基本上就是拿来放充电宝的 因为它跟我的充电宝的大小是刚刚好 而且其实它的里面也是有很多不同的隔层 所以你要真装的东西 它其实还是蛮实用的一个包 我主要是觉得这个包的颜色很好看 因为我现在很喜欢各种大地色的颜色 所以它跟我所有大地色的衣服都可以搭 OK那么以上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10款小包了 我相信弹幕里面肯定会有人说 这么小一个包竟然要几百块钱 它一点实用性也没有 但如果你真的要一个包实用的话 这个是我三四年前在宜家花了五块钱买的包 非常实用 而且质量非常好 每次去超市都提它至今也用不坏 但是我只是把我大部分的小包当作我的一个装饰 当作我穿搭的一个部分而已 所以我更看重的是它的外观 以及顺便它是否有一定的装载性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不用太过于纠结这些东西 废话不多说 本期视频就到这边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关注我 点赞 投币 转发 收藏 三连一波 我是沙大猫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对焦 哎呀对上